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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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非常的感恩 我們這群的老師 他們真的是盡心竭力 這幾天真是忙壞了 那我們同學 這些學員 孩子 可能8點半到可是他們7點半 他們就已經在教會裡面 那每一天他們就忙到晚上才回家 那這幾天我看見他們的他們同心合一 他們就把這幾天就呈現在面前 我也看見我們的孩子 因為我們這一群的同工的服侍 他們就把他們的潛能通通都激發出來 那真的我就感覺我們教會的孩子 每一個都是非常非常的優秀 你們同意吧 同意 真的充滿了感恩的心 那這個醜小鴨我看了4次 這個劇我看了4次 我越看我就越覺得 真的裡面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我們 當你看一個戲劇 你一定要能夠領受那個戲劇所表達的重要的精神是什麼 這個劇中這個醜小鴨一直問一個什麼問題 你 我是誰對不對 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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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從中國大陸來 他來台灣做什麼 我們都是 都是很多人是從大陸來的 那就要尋根就要回大陸去 不是他來台灣做什麼 來找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在 幾十年前到台灣來 他父親是一個將軍 他一直來找 可是他父親已經過世了 所以就怎麼樣都找不到 可是他一直要找一直要找 最後我們的 我們的警察真的很厲害 終於把這個 把他父親的墓找出來 我那天在電視裡面看見 他跪在那個墓的墓前面 他就說 爸爸 我來了 我終於找到你了 哇 他哭到不行了 為什麼 他找到他父親的墓墓 其實也沒有看到爸爸對不對 只是一個墓碑而已 他高興到 他痛哭 他就覺得他終於找到根了 所以知道我從哪裡來很重要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有爸爸媽媽 我們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對不對 但是真的 有了爸爸媽媽 還沒有辦法解決我們的問題 到底 到底 我是誰 我是誰 感謝上帝 當然 你不是蝴蝶 你也不是烏龜 也不是松鼠 是不是 那當然 你更不是猴子變的 不是的 聖經告訴我們說 你是上帝造的 你是造著神的形象 按著神的樣式造的 所以 你不是醜小羊 你知道人 因為看見 跟 跟我不一樣 我們就把它當作醜小羊 我們就把它當作另類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你知道 在你的人生的過程裡面 你是不是也被別人說你是醜小羊 你怎麼這麼怪 你怎麼這麼怪 如果你不認識你是上帝造的 你就會覺得你很怪 你知道 你知道 在 在 在台灣 要瘦才好看 我告訴你 有一個地方 不是 在南美洲 要越胖越好 你如果很瘦 那你一定是有病 還是怎麼樣 怎麼會這麼瘦 所以他們 他們 他們 他們女生 就是 結婚以後 他的丈夫 為了要讓他的太太變成很美麗 怎麼辦呢 就是 就當豬羊 就什麼都不用做 就一直吃 哇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都好胖喔 你知道 所以我們又看見 如果你很瘦 你到那邊去 你就是醜小羊 是不是 如果他們來到我們中間 他就變成醜小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別人怎麼看你 你沒有辦法啊 我們很在乎 別人怎麼 怎麼看我們 到 人家說你好 哇 你就覺得很高興 是不是 你就很 你被別人肯定 你就覺得你很有價值 可是當別人不肯定你 比如說你的老師不肯定你 那這個學生 就會覺得 我是一個壞學生 如果 如果爸爸媽媽很喜歡你 你就覺得 喔 你是天之交子 可是 我告訴你 醜小鴨 別人再怎麼說 她是醜小鴨 其實她還是什麼 她還是天鵝 是不是 結果 她連她自己都以為 她是醜小鴨 其實她是什麼 天鵝 只是沒有人告訴她 她也不知道 她就是 她就是 這樣子 美麗的一隻天鵝 親愛的朋友 我告訴你 真的 你不要 因為我們從小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自我形象 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給我們形塑 等到我們上學的時候 是我們的父母跟我們形塑 等我們再長大到青少年 被我變成同儕 來做我們的形塑 我們的自我形象 其實 都不是的 只有一位 才能夠告訴你 你是誰 就是 創造你的 那一位 上帝說 我是用 我照著他的形象 按著他的樣式 照我們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天父的兒女 天父的兒女 在我們人生裡面 真的我們經歷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事情 假如 你從小 就是爸爸媽媽 這個兩手 這個愛心客戶 捧大的 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沒有 舉手一下嘛 讓我們看一下 我們東京有幾個人 是這樣 一個兩個 才兩個 三個 四個 很棒 還有沒有 你真的很 你們真的很幸運 真的很幸運 那其實我也是爸爸媽媽捧大的 但是 我爸爸媽媽很喜歡我 可是我的兄弟姐妹沒有一個喜歡我 那怎麼辦 那你覺得你會很幸福嗎 還是不是很幸福啊 是不是 我們我們很希望 每一個人都能夠接納我 我爸爸媽媽說我是天兒 可是我的兄弟姐妹都說我是醜小鴨 那我到底是醜小鴨呢 我還是天兒呢 我告訴你 真的 上帝看我們不一樣 所以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個後來我們看見 那個醜小鴨開始蛻變了 是不是 你知道蛻變非常要緊 你要找到你真實的人生 到底在哪裡 你才有辦法 在劇中有沒有看見 有一個天使下來了 是不是 一直幫助他 告訴他 安慰他 鼓勵他 他還是很沒有信心 最後其實他就開始在轉變 等到他出來的時候 哇 他跟一群的天鵝在一起 喔 他說 他很有意思啊 他就在那邊 欸 他說你們是誰 你們是誰 喔 他說你們怎麼樣 後來他說 你還要再說什麼 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他說 欸 你們飛 我不會飛 他說 他說 那 他說你們 你也會飛 我不會啊 我從來沒有飛過 喔 我從來沒有飛過 那有一個人 有一隻天鵝就跟他 教他 你跟我一樣 你跟我一樣 做一樣的動作 慢慢他就發現 發現怎麼樣 他也可以飛起來 喔 原來 他說原來 我生是一隻天鵝 我不是醜小羊 親愛的朋友 我告訴你 真的 在我們的人生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要在這邊 向你呼召 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其實是天鵝 只是因為你不認識 這一位創造宇宙外有的神 他的名字叫耶穌 他來到世界上 他為我們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知道人為什麼會離開神 因為人有罪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在每一個教會 都有一個十字架是不是 這個十字架到底在做什麼 這代表什麼 第一個 代表上帝對你我的愛 因為 罪的工架就是死 耶穌替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他就把我們這一群的人 通通帶回到上帝的面前 當你接受耶穌基督的時候 你就發現原來你有兩隻翅膀 上帝要給你那個 那個原來就已經給你 只是因為你不認識神 所以你從來沒有翅膀 你永遠在地上走動 原來你一直在地上 要拚開癢 拚來拚去 結果碰得 頭破瘦流 很多的人就受傷 很多的人就挫折 很多人就憂鬱 很多人就痛苦 他們從來不知道 你也有一對翅膀 是上帝要給你的 相信了耶穌基督 你進到這一群的人當中 你就開始飛翔起來 有一個姐妹 她真的好辛苦 她真的好辛苦 她的先生長年在外面 然後她自己帶著孩子 在 就是這樣子 就是其實是假性的單親 假性的單親 哇 這個 這個 夫妻 長年就是隔開 後來她心裡其實壓力很大 她面對很多很多的問題 結果她跟她先生的關係 跟兒子的關係 都是產生很大的困難 然後在工作上又發生很多很多的問題 結果她就得到了很嚴重的病 哇 那一段日子 她已經差不多沒有辦法過去 感謝上帝 她來到我們教會 她聽見耶穌的福音 她參加了我們的生命更新 整個人就開始轉變 開始轉變 她的先生 從來不跟她踏入教會 這一段時間 她先生回來 她看見她太太的改變 從沒有笑容 變成有笑容 跟她 跟她孩子的關係 從這個孩子 跟她 永遠跟她唱反調的 現在這個孩子 開始看見媽媽的轉變 她也願意 來跟媽媽 建立好的關係 我就看見 她就開始有笑容 在她的生命裡面 親愛的弟兄姐妹 親愛的朋友 耶穌基督 就是使我們在困境當中 走出來 可以讓我們得到一個榮耀的盼望 讓我們進入一個 一個嶄新的人生 你看那些天鵝 她不是活在地上 她是活在天上 你就看見 當你信了耶穌以後 上帝就給你一對的翅膀 就是星星的翅膀 叫你可以飛越一切的困境 飛越一切的黑暗 讓你進入光明 真的 這就是信耶穌 上帝要帶你進入 超自然的領域的裡面 耶穌告訴你 你不要害怕 因為我與你同在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 犯得永生 親愛的朋友 我今天我們聚會要結束 但願醜小鴨的聚 放在你的心靈裡面 告訴你 這一個聚 告訴你 你不再 你不再是醜小鴨 因為上帝看你為保為尊 你知道人可以棄絕你 甚至我們的父母 都可以棄絕我們 但是請你相信 這位上帝 他說 婦人 因能忘記 他吃奶的嬰孩 即或有忘記的 我總不忘記你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忘記 他吃奶的時間 一定不會 他這麼壯 你知道他才幾個月而已 他已經很壯 那麼壯 可見這個媽媽一定是 一定是準時給孩子吃 對不對 不會忘記 但是上帝說 幾乎 也有媽媽很糊塗 他說即便有忘記的 他說 我總不忘記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藉著我 你就可以找到天生的父親 你就可以開始 展開你人生 信心的翅膀 飛越人生的難處 你就不是說你不會有難處 而是你可以飛越一切的難處 我做牧師已經36年了 我幫助了許許多的人 我看見多少的人 從破產的裡面 能夠走出破產的痛苦 從家庭的破碎裡面走出來 進入一個美滿的人 幸福的家庭 很多的人 在親子關係 惡劣到沒有辦法 有一個弟兄 他恨他的父親 恨到沒有辦法 耶穌的愛進到他的裡面 讓他回去 跟他的父親和好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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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女孩 這個 婦女 也是 哇 受到 家庭的那個 重男輕女的那種 痛苦 他12歲就離開家 一直到 18歲 家裡 從來沒有再回去 他的家人 他的父親 也從來沒有找過他 反正 就是這樣 這樣子還可以恢復關係嗎 親愛的朋友 當 當 耶穌的愛 進到他裡面 他認知 原來我這是天兒 他就不會在乎 爸爸看他是醜小鴨 他已經不在乎 他那一天晚上 他打電話回家 給他的父親 他父親接到電話 他就問他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他父親 他父親就 講了三個名字 都不是他 後來 他就跟他爸爸講說 我是什麼人 他爸爸 在那一頭就 破口罵他 你這個小雜母 可是 小雜母也不要緊 我已經不再是小雜母 我也不是抽象牙 我是天兒 你知道嗎 從他的口中 從他的心裡面 發出一句話 他說 爸爸我愛你 我想念你 他父親 在那一頭 停頓了很久 不知道要怎麼樣回應他的女兒 他這個女兒 連續說了五次 爸爸我愛你 我想念你 隔了真的很久 從電話的那一頭 傳來 不可能的一個聲音 他的父親說 女兒 女兒 其實爸爸愛你 爸爸也想念你 感謝神 上帝能夠彌補 人生一切的缺憾 你如果信耶穌 上帝就要把 你失去的那兩個信心的翅膀 賜給你 讓你能夠進入個超自然的祝福的裡面 我們信耶穌的人 我們信耶穌的人 為什麼請你來 我們要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人生 沒有沒有人 我至少 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遇見一個沒有困難的人 感謝上帝 我非常有信心 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就可以進入一個超自然的領域裡面 什麼都不能夠再把你打倒 你可以安然的睡覺 所有的憂慮都可以卸在上帝的面前 因為 你看見 當你抬起頭來 你看見什麼 看見 你天上的父親 用笑臉幫助你 感謝上帝 我們現在做一個禱告好嗎 我們做一個禱告 禱告就是跟上帝說話 如果你願意 你從來沒有接受過耶穌做你的救主 現在牧師代表教會 也代表天上的父親 來歡迎你 你進到我們的行列裡面來 你也可以展翅上騰 如果你願意跟我做一個禱告 就是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然後跟我做一個禱告 就這樣子 你就進到這個行列的裡面 你也可以開始過一種新的生活 可以展翅上騰的生活 好嗎 現在你就用你的心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代表你願意敞開你的心 來接受耶穌基督 做這樣的禱告 你的人生就會完全不一樣 我禱告 我禱告一句 你跟我禱告一句 你跟我禱告一句 牧師要把你帶進永恆的裡面 親愛的主耶穌 我感謝你 我今天看見這一個劇 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不是醜小鴨 我不需要羨慕蝴蝶的美麗 我不需要羨慕別人 組織 好像更加的更加的 揮咬 我本身就是很尊貴的 謝謝耶穌 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求你用你的保血 洗尽我一切的罪 除去我一切的不义 担当我所有的烦恼 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赐给我信心的翅膀 我要非要在 美好的希望里面 谢谢耶稣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神 跟你旁边说 你是天鹅不是丑小鸭 我们非常的高兴 当你做了这个祷告 你就是加入我们的行列了 你也可以展翅上人 你说哎呀我从来没有飞过耶 没有关系 牧师小组长 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会去告诉你 会教你 你也可以飞起来 你们请你感谢神 我严牧师包括牧师在内 我们都一样有不同的困难 但是因为有了这一对翅膀 我们就可以无论怎样都不能够困住我们 上帝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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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我们一起站起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如荫展翅上台好不好 那我们唱完我们就要为你祷告 不Ern 在锦上 在锵上的 我 真的